原警察無奈 接到報案電話 內容卻有夠無厘頭 把110當里長專線 抱怨鄰居 接下來這通更傻眼 洋狗也要打110 瘋狂報案發生在屏東 一名男子半年之內打63通 整個警局都知道他家發生什麼事 原警實在受不了公佈錄音檔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寒送地方法院 屏東證明報案男子被處3000元罰還 不管是報警討拍還是故意惡作劇 警方只希望罰了3000 讓他收斂 別再惡搞110 接著張春華 林玉蓉 評同報導